我 我和我老婆离婚了 所以心里不舒服 就喝点酒吧 对不起啊 出到你的伤心事了 没事 不过 看你这么痛苦 你应该很爱你老婆吧 她对我挺好的 我们在一起 从恋爱到结婚 有三年吧 现在说不清楚是 爱还是亲情吧 你想想一个女人 能有几个三年给你啊 所以分手了还是挺难过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其实我们俩感情没问题 但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事情 都挺无奈的 可能是我们俩追求的东西 不一样吧 可是你们都已经结婚那么久了 难道之前对彼此不够了解吗 了解之前没问题 这后来就 不一样了吗 可是那 那我不明白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我以后告诉你行吗 能不能说说你 别老问我 你为什么喝成那样啊 我现在也不想说 要不然我们再去酒吧吧 说不定我喝高兴了就会告诉你 你还敢去酒吧喝呀你啊 有什么不敢呢 你敢不敢啊 我为什么不敢呢 我单身一人 我怕你到时候 你男朋友说你 男朋友 没有 走吧 最好拿我爸的钱买单 好 买单 服务员 你好一共一百三 我来吧 说好了我爸请客 别别别我来 那好吧那一会我来啊 怎么了 公司电话 关机了 今天什么都不管 不醉不归 好啊 今天什么事都不管 不醉不归 走 我去 我去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M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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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不接电话 我不会真的变成赵阳书的那种女人了吧 除处看着她 不给她一点空间 李叔啊 妈 张阳还没回来啊 不行 晚上你就跟妈一块睡 阳光酒店 对 阳光酒店 这是一个 特别大的连锁酒店 大有什么用呢 再大也挽不过一个男的女士 谁那么不开眼啊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这我真想不明白了 就算你们家是乞丐 我得 反正是我 我就要了 你就别哄我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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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信你这样 你让你爸去要饭 你看我追不追你 让我爸去要饭 好啊 让我爸去要饭 你说 我怎么没有那么苦呢 就遇不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 我 我也不是你说的那么好 不然的话 他干嘛不喜欢我 你这么说 其实我们挺有缘分的 你看我们都遇到了 错的人 对 不会下一个对的人 干杯 别等了那么晚了 睡觉了 她怎么还不回来 电话也关机 我婆婆那儿她也没去 要不是孩子 她要回来她不会自己回来 快点睡觉吧 不行 我要去找她 不是 不是 你这大晚上你去哪儿找她 你知道她在哪儿 你去找她 别说 她常去的地方 我都知道 我得去找她 我要是不找她 我心里不踏实 妈 她要是回来了 给我来电话啊 别忘了 你说你这女孩子 大半夜的跑出去找她 我陪你去 没有用 你小心点 你怎么样啊 你觉得我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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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不住阳光酒店啊 不敢 那我以后要你天天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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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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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走了吗 谁说的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呢 那可说不准 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送给你 好漂亮的花啊 这么早就有花点开门了 别提了 我跑到中心医院买的 路程太远 耽误时间了 不然的话 我可以在你没醒的时候 就把花送到你面前 那要不然我再睡一会儿 等你的玫瑰花把我叫醒啊 行了 行了 好想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啊 可惜我下个星期就要出国了 你下个星期要出国 怎么了 不是去美国吧 你怎么知道 真的 我马上也要去洛杉矶的分公司 你去洛杉矶吗 真的假的 不会那么巧吧 哎呀 看来还真有点缘分 你什么时候走 月底 那能不能早点 我们一块走 尽量吧 我可不像你 公司是你们家开的 想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走 完蛋了 怎么了 我奶奶的电话 你一宿没有回去 这要不怎么跟他交代 完了完了完了 奶奶 你说最近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着家呀 今天回来呀 我一定好好说他 我说的时候 你可别护着他啊 好好好 我不护他 我就是怕你一会儿说他的时候 你还舍不得说他 我舍不得说他 你说这孩子 这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整夜整夜都不回家呢 那 我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我回来呀 哎呀 你昨晚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 朋友 什么朋友 哎呀 奶奶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嘛 反正我的朋友那么多 你又不是都认识 就是朋友 赵钱孙女家一 给你ABCD了 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啊 哎呀 奶奶 我刚回国没多久 你就不要对我那么凶嘛 你放心 我保证能够好好照顾自己 我先回屋啦 妈 我去上班去了啊 老师跟他们交代了 说我跟朋友睡的 我可不想跟你做朋友 那做什么 做什么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好啊 那你先休息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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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扬啊 来 过来坐 妈找你谈谈话 我累了 想睡觉了 妈 我说过了我自己能处理 帮我打架呗 老公 最近都在忙公司的事情吗 对啊 昨天晚上是和一个客户喝酒来着 喝了一夜 他不让走 没办法 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啊 这份文件得需要你签字 我签 爸走了以后你是他女儿 你必须得签 在哪儿啊 可以吗 可以吗 我签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你的手机最新怎么回事儿啊 总是打不通 要不就关机 手机可能坏了 总是没电 昨天晚上也是早就那天了 老公 答应我好吗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离开我 好吗 请问你这还招员工板 欢迎光临 你想买怎么花 百合看奶薰还是玫瑰 可以是自己用还是顺能呢 随便 随便哪 那我帮你陪一束 保证好看 好 好的 稍等 怎么就说不出口 还死要面子 好 好 您好 请问你们这招聘员工吗 对不起 我们已经招满了 哦 已经招到了 谢谢啊 再见 您好 您好 是这样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有招聘 喂 喂 妈 你回来了 哪儿来的花啊 这花花店俗销十块钱一宿啊 林叔十块钱 真的 妈 真的十块钱一宿 我们卖花吧 我没有乱花钱 我说我们卖花吧 卖花 我还以为你说我乱花钱呢 瞎子 妈 卖花呢 不需要门面 医院 学校 地铁 凡是人多的地方 都可以卖 你是说我们俩 拿着花去吆喝 卖花啦 卖花啦 对呀 这样也算是咱们自己做生意 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给别人打工啦 林叔啊 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卖花 那叫卖花女 那是十几岁小姑娘干的事 你看看你妈我 她多大年纪了 你让我去卖花 丢人现眼 妈 咱们俩现在都没有工作 如果不挣钱的话 咱们的房租和信用卡都还不上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面子 好 妈 你想啊 这一束花卖十块钱 一天卖一百束 我卖五十 妈 你也负责五十 这样的话 一天 挣一千 十天一万 一个月三万 抛去成本 一个月能净挣一万呢 你要怎么办 那就想办法卖呀 妈 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 我们没有工作 没有钱 没有情人和朋友 只能靠我们自己 再不挣钱的话 我们就真的要睡大街了 好 好了好了 听你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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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到下周二 好嘞 好 谢谢谢谢谢谢您 好 老公你回来了 买这么多花怎么还 你闻闻香不香 我打算好了 我打算好了 跟妈一起去卖花 这些花 都是从花市上批发过来的 很便宜的 我算过了 拿到市面上 可以赚很多钱 你说我想跟你聊聊 好啊 你说我听着 没有我你一个人的生活吗 什么 我是说没有我 你一个人能过吗 老公 你说什么 为什么要一个人过 我找着工作了 是去美国 洛杉矶的分公司 所以我要去美国了 好事啊 公司提拔你 去 那 我呢 要不然 我说 对 我看你 好了 我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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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这样吗 对不起 真的要这样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要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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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要去美国了 就算不离婚 我也会拖累你 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了 就算帮着大根 就算了 你不明白 这点是什么 我现在 de这些就是 从头上这边 就转发了 我 去美国 你不必辞 确认 还是 这种 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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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了你 亲家母 亲家母 你没事吧 亲家母 我不是你亲家母 我不要你做我安復义的女婿 你个畅生 我是安復义 你怎么对我了这些年 你把我当女婿了吗 你不是一个希望 你又女儿嫁个有钱人吗 现在可以了 去嫁吧 嫁吧 儿子 亲家母 儿子 张阳 张阳 你怎么的 张阳 你为什么呀 跟林叔结婚呢 我过不了 出日子了 妈 我实在过不了了 他们家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以后日子没法过呀 那你跟林叔结婚 就是为了钱吗 张阳 你跟他说 我不想再看见你风里雨里 蹲在菜市场卖菜了 你知道吗 妈 我也不想看见你去偷东西了 我不想看见别人欺负你 我恨够这样的日子 凉晨呢 妈 医生刚刚叫凌晨出去了 一个死丫头 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坏男人 你值得吗 你是 你是真想对下妈 你就不管了是吧 妈 对不起 你去找他了 你都知道了 傻孩子 妈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傻丫头 你扯了吗 那个妈 出来了 什么事啊 你说呀 那个 你说说我姐可能 怀孕了 确实是怀孕了 确实是怀孕了 真的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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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带她来看医生 医生啊 麻烦你 这个孩子我们要打掉 为什么呀 妈 医生 别听我妈的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医生 麻烦你 准备一下手术的时间好不好 不是 妈为什么要打掉啊 妈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你说你跟谁身去 都离婚了 你身给谁啊 我姐你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别说了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能做主 我要生下来 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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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呀 妈 你不用再劝我了 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的 家里现在这个样子 你生下来谁养 你跟张燕又离婚了 你生下来孩子谁管 雷叔 你以后还要嫁人 你生到孩子 你怎么嫁人啊 妈 你少说养 妈 我去跟张燕说 他要是知道我们有了孩子 他会回来的 雷叔 妈 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相信我 他一定会回来的 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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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不听我话 你都把我耍结封了 心什么心 你也能不能回来 你不帮我 你到底下来谁 你搞不懂事啊你 都这样了 你还说什么呀 你气死我了你们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我有奖励给你 什么呀 什么呀 谢谢 我走了 嗯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你谈谈 咱们都已经离婚了 就别再谈了 我有话跟你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好 林叔 你别这样 以后别来找我了 我怀孕了 我们终于有宝宝了 医生说已经有八周 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心跳了 你怀孕了 林叔 这个孩子你不能要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离婚了 你把孩子生出来以后 你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再说了孩子出生以后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 你怎么生活呀 这事都不是问题的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 想要跟我生个孩子 我们俩的孩子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改变了 就是因为我们家破产了吗 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跟你说过 把孩子打掉吧 好吗 老公 我求求你了 好不容易怀上宝宝了 看在宝宝的面上 把他留下来好不好 我们俩复婚 还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对不对 林叔 我跟你说了 你们早就说过 想要一只孩子了 我爱你了 我们不可能会复婚的 孩子出生以后怎么办呢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